就是你没有准备好的或者不擅长的对不对 我们BB有这个压力吗 什么都擅长啊 真的很想骂你这个小孩 好我们看看什么都擅长的这个小孩啊 我们看看这是我们天生一对为爱而唱 我们给他的这个选歌的这样一个投票的专区 大家看到呢有非常多的照片表情相当的可爱呢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到目前的投票情况 啊有三首歌那目前排在第一位的呢是头发乱了 这是雪友哥的一首歌对不对张雪友的一首歌 那目前这个是目前的情况 等一下呢这个数字当然还会继续改变啦 好那接下来这是中尾的部分 我们看到中尾部分这个照片呢也是相当的帅气啊 有形啊 那接下来我们的歌曲呢 哦居然还有很多人选了最浪漫的事 这应该不是中尾的歌路吧 我听说这个看我72边因为在网络上比较领先嘛 所以中尾先是把这首歌作为一个主打 我听说为了练这首歌的舞蹈已经忙了一个礼拜了 差不多对不对 对 因为这也不是你擅长的事情 这也不是我擅长的 可是万一到最后今天晚上直播过程当中 观众就是想整你 最后投的就不是看我72边 你岂不是练的那个舞都白练了 会不会觉得会很失望 也不会耶 就是你可以一边唱最浪漫的事 一边就要看我72边 我会尽力 你要不要谢谢比比给你出的好主意 你这样很有可能会诱导我们的观众疯狂的头 最浪漫的事 我好为你担心啊 杨作伟 好了那各位我们都比探和杨作伟到底会唱什么歌呢 我们等一下到我们节目的最后才会揭晓 那这里就告诉大家 大家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来参加我们的爱心点歌 决定明星们最后唱什么歌 当然也可以在新浪微博和我们的明星实时互动 另外呢也可以通过金银网或者是新浪微博看点 来收看我们后台微房间的全程直播 另外呢从这期开始我们有个新的互动方式了 大家可以在APP Store里面搜索我们的天生一对 就可以跟这个下载 他在互动电视的APP 就可以一站式的体验 边看我们微房间的视频 边迁到吐槽的快乐了 那么现在